卢朱超,贝吉塔终于超越孙悟空,令舞红色自在即一功,打败吉莲。 贝吉塔被称为万年老二,在孙悟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。 孙悟空第一个变成超赛,才轮到的吉塔变成超赛,孙悟空第一个变成超三,贝吉塔还需要挤住巴比迪的力量,才将实力提升到超二的巅峰。 甚至到了龙珠超,贝吉塔得到维斯的指导,孙悟空领悟了自在即一功,贝吉塔却领悟了沈蓝。 而沈蓝和自在即一功相比,不是力量上的差距,而是境界上的差距。 最终和其连的大决战,都没有贝吉塔的身影,可见贝吉塔这辈子注定无法超越孙悟空了。 但是贝吉塔却越来越受观众的喜欢,虽然表面上一副傲娇的模样,可心里却深爱住不满。 从而在龙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,贝吉塔越来越像地球人,孙悟空越来越像赛亚人。 以至于就有一些粉专门,专门为贝吉塔制作了这样的一个视频。 只见在力量大赛上,孙悟空没有领悟自在即一功,面对强大的吉连根本不是对手。 反倒是贝吉塔已经领悟了深蓝形态,和吉连展开了激烈的碰撞,双方打得难解难分,看上去是军力敌的样子。 就在贝吉塔觉得能赢的时候,吉连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,瞬间将被吉塔压制。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获胜的期望时,贝吉塔的脑海里展现出一道道身影。 因为这时的贝吉塔,不再是之前那个心狠手辣的贝吉塔了,内心已经多了很多的牵绊,有了要守护的人。 这世间万物什么力量最强大,那绝对是亲情和友情。 这两样东西贝吉塔现在已经拥有了。 以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,贝吉塔在绝境中爆发,只见整个擂台都晃动了起来,强大的气息开始蔓延四周。 只见贝吉塔开始发生变化,眼珠变成了银灰色,身上的气唱变成了红色火焰。 这和孙悟空银白色气唱不同,或许就是贝吉塔的不同之处,从反派坠变成护气狂魔。 以自己的方法领悟超身形态,最终更是拼击自己领悟自在吉义工。 从而让贝吉塔的自在吉义工发生了变化。 而此时的贝吉塔,实力已经超越了吉莲,一个瞬移来到吉莲的面前。 两人在一次展开激烈的战斗,只不过这次贝吉塔明显占据了优势,变上一副从容傲娇的样子。 反倒是吉莲一直被压制,所有的攻击都被一一化解。 最终贝吉塔更是施展终极善光,一招将吉莲淘汰,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 虽然只是同人作品,但要是真的把贝吉塔刻画成男主角,相信剧情也和这差不多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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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